在中国,发生疗疾病在最近的年代变了一种疫情 在我们博士时还挺普遍的 就像我们寝室的同学也会经常开玩笑说 就是为什么地上又有这么多头发 我现在有越来越多同学开始掉头发了 我发现我附近一些也是 不说是很年轻的吧 90后或者是85后也有脱发挺严重 在我的国家,人们开始失去发生发生发生 我现在在40年,我的发生不太多 不管是学生或是在学校的压力 年轻人们开始发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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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压力大 学业压力,工作压力,买房压力,结婚压力 不像以前我爸爸那种,那个年代,其实没那么大压力 用脑过度了,可能头发就掉了 为了很多人,发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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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够很厉害的经验 如果一个是平常人的话 他还是会稍微注意一下自己的外表 或者是这样 特别是现在在这种大城市 superstitious explanations point to an active sex life as the cause the science suggests otherwise unfortunately, most studies show that there's nothing that can be done to stop it from happening 现在属留的治疗头发的流行是 9月后和8月后 其实很多和平式的生活习惯是非常有关系的 比如说有很多的年轻人都特别喜欢的行业 目前最年轻的熊猪患者只有15岁 虽然有很多质的传统的治疗 像是草莓和草莓 the market is flooded with hair products and medical treatments that claim to solve the crisis of balding hair transplant treatments have become extremely popular among those who are self-conscious enough and willing to pay for the privilege of having a full head of hair however, with a relatively high cost of solutions like these most people are willing to deal with their misfortune and keep a positive attitude 这个是没法避免的吧 因为这个国家它在发展 然后需要年轻人投入 投入大量的精力去让这个国家去发展起来 没有这个方面的担心 我的头发还是可以的 中国人都说人不可貌相嘛 然后你的外表并不能决定你是什么样一个人 所以我觉得这些东西它不是特别重要 有些髮型都仍然活着 我认为这些东西也没有任何 它就像这样 有很多人有全的髮型 我认为这些东西是不正确的 所以它不担心 它是多什么你说 什么你身体 而不是你的髮型